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加强 他在情人的头发里面 他看见了那么多那么多 而且说得那么具体 一点都不抽象 所以这个是创造 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的核心 说半天我们要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 而不是说简单的记录一个描述一个 这种创造 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兰波的这个诗歌 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我随便念他的诗 他的诗歌全是这种创造 比如说他写这个七岁诗人 他七岁的时候他就写诗了 他有一种感受 就是这种所谓的陌生话 母亲合上练习本 满意地走了 为儿子感到骄傲 却没有看见他高额头下的蓝眼睛里 充满着厌恶的表情 七岁整天为顺从捏着把汗 他很聪明 可脸上黑色的抽搐和挖苦的表情 似乎证明他身上尖刻的尾扇 走过长廊上发霉的窗帘 头下的阴影 他吐吐舌头 双拳插在腰间 闭上眼睛 看见密布的斑点 一扇门在夜幕中打开 灯光下 他看见有人站在高处 手扶栏杆 在屋檐下的一片明亮的海湾上 长须短暗 剩下当炎热令人沮丧 木讷 他顽固的把自己关进厕所 享受清凉 让鼻子受点委屈 在那里静静的遐想 最后我跳着念 他喜欢体验忧生的事物 躲进蓝色的小阁楼 关上百叶窗 呼吸着屋内潮湿的气息 他读着自己日夜酝酿的小说 自立行间布满低垂的红云和森林沼泽 肉花开满了繁星点点的树间 炫目飘零散乱联名 这时楼下的街区 传来喧闹之声 一个人整着粗糙的帆布 感觉到海船那激荡的针帆 一个孩子把自己关在这个百叶窗 关在百叶窗的这个幽暗的房间里面 构思着自己的小说 怎么样啊 自立行间布满了低垂的红云和沼泽 森林 小说还没写出来呢 在脑子里想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这个小说的自立行间 已经布满了红云 布满了沼泽 高尔基写不出这样的东西 高尔基他有一种观念 我们不是说他不好 他很好 但是他代表了一个时代 他代表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选择 可以是很古老的 也可以是外国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 要有新意的作家 新的感受 要带给我们新的感受 我就是告诉大家 在这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当中啊 有很多这种诗歌 他开启了我们 至少在我们这批人身上 或者说在八十年代 受到这种法国的诗歌 或者在八十年代写朦胧诗的 这批人身上 受到了这些诗歌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受的影响 对于你们来讲 也是过去时 你们应该有更新的感受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啊 就是超越从前的一些感受 告诉大家 这个 就比如说 洪水过后 兰博写过一首散文 是叫洪水过后 当洪水的意念趋于平静 一只野兔停在黄旗 和飘忽不定的铃铛花间 透过珠网向彩虹致敬 大家想想看 这什么概念 当洪水的意念趋于平静 洪荒年代是什么年代 是遥远的古代 但是在这个诗人的感受当中 洪水不过是一个什么 是个意念 当洪水的意念 退去了 以后呢 一个野兔 透过这个黄旗一种花 和飘忽不定的铃铛花之间 停在这个花丛当中 透过蜘蛛网向彩虹致敬 一个野兔在洪水过后 跑到花丛当中 透过蜘蛛网向彩虹致敬 这是什么场面 这是心里面创造的场面 兰博没见过这个场面 洪荒年代 它还没生下来呢 它只是一个意念 它就用意念来创造了 这种意念不是幻觉 是心灵的感应 这是一种 怎么说 它和这种传统当中 或者现实当中 真实存在的事物 比如说洪水这个概念 我们看到希腊神话当中有 尤其是圣经当中 讲到这个诺亚方舟的时候 诺亚为什么造方舟 因为洪荒年代 淹没了这一切 和平歌是怎么来的 是吧 橄榄树是怎么来的 都是跟洪水有关 所以洪水这个概念本身 是传统的旧的 但是这个兰博 它用一个孩子的陌生化的眼光 它创新了 所以我们回到那个话题上 传统与个人才能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要用自己的 现在其实其地的这个心思 和古人的心思 和传统的一个观念 或者一种真实的一段历史 我们去碰撞 这个时候我们会产生新的感受 这种新的感受 就是具有时代气息的 举个例子来讲 当然这是个悲剧 当年的历史学家吴涵先生 他在新的时代 他发现了海瑞同志 海瑞罢官 他写了个海瑞 他在历史上就觉得 海瑞了不起 我看不惯你们不做官了 毛泽东同志研究过历史 一看 好家伙 你敢跟共产党叫板 真死你 所以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把吴涵同志先整死了 把所有这样的思想 给消灭了 但是回过头来讲 且不论 我们在这里不谈政治 就是说 吴涵的这种创意本身 我认为是文学上 值得学习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在 用今天的感受 今天的人的心思 来和传统 来和古人去碰撞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 我们这个时代 所特有的一种作品 一部作品 或者一种感受 这个是文学当中的传统与个人才能 所包含的这个秘诀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我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讲 兰波还有好多诗歌 这个叫醉舟 我就不念了 我从前翻译过 Battle Eve 醉舟 醉舟当中 它所有的话 都是用小船自己来说话 它就像一个船飘下去 顺流飘下去 见到了很多离奇的场景 但是这个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有一个句子 有如酸苹果汁流进孩子的嘴里 绿水清透了我的松木船身 有如酸苹果汁流到了孩子的嘴里 绿水清透了我的松木船身 想想看这个比喻 这个绿色的波浪打到船上来 好像酸苹果汁流到孩子的嘴里 这什么比喻 这不光是有颜色形象 还有味道 就像望眉止渴一样 一听人都要流口水了 太酸了 这个比喻 就是什么呀 是极端的陌生话 没撤回事情的 就是一种陌生话的感受 但是我后来 我一开始译这首诗的时候 我一直就找不到感觉 我就觉得他到底是 是个什么人 是个船夫吗 还是一个孩子 还是一个老人在说话呢 我看来看去看不明白 我突然有一天 当我懂了 I is another one 这句话 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解释过 我才发现 哦 原来这个说话的不是别人 是小船自己在说话 既不是一个船夫 也不是一个孩子 也不是一个老人 是小船自己 就开口说话了 船就会说话了 就像那个安徒生写的 没有话的画册 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没有话的画册 它有些地方 你看不懂了 原来是月亮自己在说话 原来是路灯开口自己说话了 当你用路灯和月亮 用小船自己开口说话的时候 岂止是一个人称的变换 根本上来讲 是一个角度的变换 是一个感知事物的变换 你就不是你了 你就变成一个船了 船自己会说话的时候 它哪一句话不是陌生话的 它哪一句话不是新奇的 所以只有当小船说话的时候 才能写出来 有如酸苹果汁流进孩子的嘴里 绿水清透了我的松木船身 我从前翻译过这首诗 一百行 一起喝成一百行 而且正好就是A B A B 它所有的一百行 全是这个交叉运 就是二四句押韵 一三句押韵 结果我发现了这个秘密以后吧 就这么一翻译 正好都押韵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图书馆应该有这个蓝波 蓝波作品全集 我自己写了这么多年的书 冤得很 我写了 我很勤奋的 写了很多的书 但是谁都不知道 人家一看 哎呀 你是蓝波的艺者 你好你好 都是 我的朋友 没商量过 都买了蓝波作品全集 我也挺高兴的 我是蓝波的艺者 就是蓝波的这个作品 我就觉得 当你进入了他的世界 你一下子全找到感觉了 就是说 你的作品 就是说 你找到 你懂得了 je et anote 而不是 je see anote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 你就完全就是 找到了一种 找到了一种 咔的创造的方式 所以语言一下子就 找到了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我今天下午 刚刚考试 刚刚考的这个 法语课的这个考试 蓝波写的 他的旅途 叫 就是感觉 他的一种感觉 他有一段旅途啊 还没出发呢 这个世界已经呈现在脑海道 就是这个 创作啊 创作 我把这首诗 跟大家念一下 你们有学法文的吗 我先把这个法文 给大家念一下 你们感觉一下 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 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 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 就像波西米亚人 与自然相伴 快乐的如同身边有位女 这个是兰波的感觉 他完成了一段意念当中的旅途 夏日蓝色的傍晚 我将踏上小径 还没走呢 我将踏上小径 这是什么旅途啊 这是神游 整个这种感觉就是神游 走得很远 像波西米亚人 所以这种创造 我告诉大家 这是另外一种真实 另外一种真实 是我们现实当中没有的真实 好 我接着讲一个 除了这个象征主义创造的真实以外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 跟这个古人去碰撞 这是我花了很大的辛苦 我去请教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研究中国历史的 七八十岁了 我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呢 我专门去请我这个朋友 把他的父亲请来 去向他请教 这个话实际上是老人家告诉我的 就是说 我说我要写《竹林七贤》 怎么写 有什么好的建议 他告诉我看什么书 看什么书 其中一个话就是说 他说你要拿你这个心 跟鸡康的心去碰撞 哎呀 我一想 对呀 去碰撞 那么我一看很多好的作品 就是这样 我上次跟大家取了例子 像这个霸王别姬 是吧 虽然他的意识形态当中 我有不同意的地方 但是他的创作的思维方式 是值得借鉴的 就是说他找到了霸王别姬 在历史上的这个故事 和现实当中 人的命运的故事 他找到了这种碰撞 所以这个时空 文学上很讲究这个时空 就一下子展开了 是不是 他就不单纯的是一段历史了 时空就展开了 那么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个不是很有名的电影 叫乌山云雨 特别好 比那个贾张科的那个三峡好人 要好得多 贾张科的那个三峡好人 我一点都不看好 大家知道 我跟你们提到过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 我在三峡来回走来回走 听说贾张科的电影获了奖 我去专门买了这个DVD 我在家里面 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好好地抱着一种 真诚的学习态度来看 我连看了三次 看不下去 看了一半就睡着了 我说不行再看 你看最后看了第三次 还没看完 我看了生气 为什么生气呢 因为那不是三峡 我在三峡待了十年 我知道三峡是怎么样的 那是贾张科把他自己狭隘的一种感受和观念 硬塞到三峡这个背景里面去 一个北方人卖了媳妇 卖到这儿来 他把他卖的媳妇找回去 这叫什么事 这是贾张科 这跟三峡有什么关系 而三峡的人 当地的人 就是那种贫穷的 落后的 互相打架的 然后这种粗俗的 我看到的完全不是那样 三峡长江边的人 是那么深邃的 优美的 又诗情画意的 那样一个群体 贾张科完全没有感觉到 但是他 我说三峡好人 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就懂得借三峡夜幕区这个背景 借一点就获奖 借一点 有一个人画画 借了一点 又把这个画的价格 又升高了多少倍 贾张科借了一点 就得了一个什么奖 他们都是用一种 观念性的东西来获奖 但实际上 真正的三峡不是这样 我接着讲乌山云云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忘记了那个导演 叫什么名字 特别好的一个电影 你们去网上找找看 大概有点像那个独立制片人的 前些年 大概有十年前的一个电影 乌山云雨 这个词是哪里来的 大家知道 是宋玉 屈原的学生宋玉 写过一个楚香王 梦与神女相会在这个阳台 就是写到这个 一个男欢女爱的一个古代 少有的这样一个 一个爱情的一个诗篇 那么这个乌山云雨 既是自然当中的乌山云雨 神女风 又是古人写的楚香王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香王 和神女在这里相会在阳台的 这个爱情故事 同时他借助了这个名字 写了当时的一段历史 就是在三峡工程之前 讲一个信号台上 有几个普通的人 他们生活在这个 一个偏僻的 这个长江边的一个 小的信号台上 感觉到很孤单 但是他们有梦想 他们要与外界的事物交流 印象很深 有一个镜头 就是夜晚的时候 这个江水啊 波光淋淋的 这个江水 上行驶过来 一个灯火通明的一艘船 这个有个姑娘 穿着漂亮的裙子 就特别激动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 他理想当中的外面的世界 有一群陌生人过来了 他就这个灯光打过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为了避免 这个船撞到岸上 或者礁石 这个都有探照灯 不停地在这个 这个两边江面上 扫来扫去的 这个时候探照灯 打过来的时候 这个姑娘穿着花裙子 就对着这个探照灯 说你们好 你们好 就向这个船打招呼 因为当时特别感人 他就是把这个 远远飘过来的这个船 当成一个 所谓的外面的世界 一群 一个陌生人 他把他的梦想 就是这么直接的 这么简单的表达了 就向那些陌生人 打招呼问候 特别感人 而他们自己呢 生活在他们自己的 这个山水之间的 这个小小的信号台里面 过着这种寂寞的 这种传统的生活 这个拍这个 乌山云雨的人 就是乌山的人 就是当地的人 他对那里的文化的了解 是在学业当中 比贾档哥好一百倍 但是这个世道 我告诉大家 鉴赏力就是严重一个问题 这个世道 整个的鉴赏力 是错误的 就是该牧场的 信号的 力量 是给产役的 性格的 秘密 人 传统的 成功 因为 太深 了解 和